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和熊二来岛内吃自助炒牛火锅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吃自助牛肉火锅了 今天一定要吃个爽 这边的话是76一位 那我要先去拿牛肉了 牛肉非常新鲜 跟浇水一样 上好了 第一波 我们选择鸳鸳鸳鸯锅 太吃了 牛肉先下锅 再下一个 还有我最爱的牛肉丸 牛肉丸很大 肯定很好吃 这个牛肉很不错 你看他肥的部分都很少 嗯 浇岗非常好 满满的都是牛味 比昨天那个那个假牛肉好吃多了 这两个牛肉丸 肉很紧实 嗯 这个完全很好吃 熟的 这个是牛郎 以前在外面快餐快餐店不经常吃牛郎盖放 这边牛郎盖放20几块钱一共了 对呀 这边直接吃到爽 牛肉 牛肉再下下去 这一盘的话分量不多 又成了满满的一碗 这是牛腥 感觉吃起来跟跟鸭心差不多啊 如果比鸭心又嚼劲了 这个牛肉真的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没吃牛肉制作火锅的原因 你看 感觉特别香 今天特别有胃口啊 感觉能吃回本 不管我要吃牛肉 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逢遍这地球 你也想不得 要撒我的手 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 不管我要吃牛肉 就要吃牛肉 我喜欢这样被挨着挨着的变爽 我不能想太多 走 新鲜的感觉 好 吃到哥们题目下来 在哪一碗 嗯 嗯 太香了 看这漂浮的雪末就知道我们已经煮了很多肉了 下这个毛肚 还有心 还有心味 才这个新鲜的毛肚 嗯 很有嚼劲 嗯 哎 再来一碗 嗯 哎 牛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啊 大白质含量很高 都是牛肉 身体长的长的壮 看一下 像内蒙古啊 还有外国啊 很多人都 咱们都很壮啊 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吃牛肉啊羊肉 再来一碗还是改不了自助吃主食的习惯 牛肉胖粉 我最喜欢吃米粉的 就是 肥肉 operating 虾肉 慈悉 哎 这牛肉大要是 过的也很像 在这一碗 嗯 哇 平时又吃了好多肉啊 晚上啊 要出去 多运动运动啊 不然这么紧实的肉不好消化 女子不带 啊 今天吃也差不多了 还满足 那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